杨娇姐用手指在盘子边缘 把眼前的鱼卵压了又压 但怎么戳鱼卵就是不破 这时她才确定店家用虾卵 混冲了明太子 并不是所有的鱼卵都可以称为 鱼卵 你也不能说我点了一条黑鱼鱼 你可以给我无锅鱼 杨娇姐日前在高雄岗山 这间意识餐厅 点了这份明太子鲑鱼宽扁面 一上桌有宽扁面也有鲑鱼 但眼前的明太子 从颜色就不对劲 询问两次店员都坚持是明太子 直到第三次要主管出面 才坦诚使用了市售虾卵 他就说这个明太子只是一个名称 因为明太子是确实有这个东西的 那你不应该误导消费者 这样子误导我我不是很开心 我觉得感觉有点受到欺骗 市售的明太子其实是血鱼卵 跟常见以刘烈鱼当成虾卵的来源不同 外观一个呈现粉红及鲜红色 一个明显橘色 而明太子颗粒较小口感绵密 跟颗粒较粗较硬的虾卵也很不一样 而且明太子烤过后会融化 虾卵预热人外表完整 重点是价格每100公克 一个要一两百元 一个百元有早 至少价差两倍以上 第一时间我们产品就是先已经下架了 后续公司也会有回应说 我们关于这部分会再检讨改进 虽然第一线主管态度良好 两度致歉也不愿收钱 但杨小姐仍坚持付费 对方不收了钱还捐作公益 但双方对于是否应该主动公告 跟社会致歉 业者还在研议 因此杨小姐把过程po网 给不给店家再次机会 就留给民众自行决定 TVBS新闻南部综合报道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